记者陈灿坤云林报道,农历过年脚步进了以高饼闻名的北港各商家无不想尽办法招揽客人,为了促销店里高饼不少商家使吃到饱的绝活,切下供客人品尝大饼一块比一块大,就希望高饼生意能够成长。 北港朝天宫农历过年大朝不断也带来前朝,为了留住商机,商家无不挖空心思留位游客,其中最惯用的一招便是高饼免费享用,切下品尝的高饼一块比一块大块,若是小点睛则是送上茶饮解渴。 商家直言,北港过去是商货两用港,相当密集,高饼的发源也相当早,不少高饼都是保留老师傅的原味手艺,但随着时代改变,消费者的口感也跟着变化,为了争取更多客源,许多店家也研溢梅子酥,杏仁酥等口味,或是外观叫讨喜的金币,元宝等,希望农历过年才圆广进。